大家好,我是青蛙大叔 昨天陪儿子去看了一场电影 就是叫《蝙蝠侠》 这个电影的话 大家知道里面的动作打斗非常多 这边的电影院的话 还有一种叫动感座椅的 英文叫Dbox 随着电影画面里面的这些动作 比如说人家打枪了 你这个座椅就会动的 然后你那个汽车在互相追逐 然后你的座椅跟着动 这个就是有十足的动感 对不对 这个电影的话还挺长的 差不多三个小时 年轻人 我儿子的话还不到20岁 所以他看的是津津有味 我的话三个小时 我说句老实话 这个电影比较适合小孩看 像我这种年纪大的 做时间长了 难免就有一点疲惫 回到家第二天早上的话 头还有点发懵 晚上看电影时间长了 然后一看血糖 我就更懵了 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昨天是我佩戴这个血糖仪 它这个探头 第一天 第一个24小时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曲线的变化 这个刚开始一带上去 它先出现一个很低的血糖 然后又上得很高 这个中间最多大的幅度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最低到2.8了是吧 大家看到对待2.8然后往上 这个尖峰的多少呢 9.9差不多到10了 2.8到10 这就是差不多7个单位的波动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它这个9.9就差不多10的这个高点的这个时间呢 是凌晨3点20那时候正在睡觉呢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不可能是由食物引起的 因为晚餐在6点左右就已经吃完了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会生成这么一个高的尖峰呢 这个呢只能从这个仪器的性能上来解释 它第一天佩戴的话呢 它这个探头的话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试 所以的话呢 它会出现这个这么一个 其实完全不准确的问题 完全脱离了实际的血糖水平的一个读书 这个中间这一段上下波动很大的 就正好是看电影的那一段时间 7点半去看的电影 看到的10点半左右 它上上下下为什么波动这么大 波幅还挺大的 给大家看一下最低点是多少 最低2.2 这是什么状况 是看到蝙蝠侠已经被人家钳制住 命不久矣的感觉吗 然后再看看往上走 最高到6.0了 2.2到6.0 3.8个单位的波动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飙车了吗 然后血糖崩起 从2.2就崩到6.0去了 你看它整个这个波动 一会儿3.4 一会儿6.0 最低2.2这样子 一直在波动 同时其他时段的话 你看这血糖变化多么平缓 是吧 那么这个血糖的变化 到底是不是因为剧情的跌宕起伏 蝙蝠侠的魔力 引起的震荡呢 其实影响我们血糖的因素 除了饮食之外 因为里面带有碳水化合物 带有糖分 这个影响我们的血糖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还有其他的原因 也的确会是影响我们血糖的 看电影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呢 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人的话呢 里面身体里面可以分泌7种激素 除了胰岛素以外 还有其他6种激素 胰岛素是降血糖的 其他6种激素都是深血糖的 你如果兴奋啊 紧张啊 都会引起相应的激素的分泌 比如说皮质醇啊 肾上腺素啊 而这些激素就会刺激你的血糖上升的 所以呢 你看那影看的 比如说非常紧张啊 非常恐惧啊 或者非常的兴高采烈 那都是有可能影响你的血糖上升的 你平时如果生气 是吧 跟谁生很大的气啊 闷闷不乐的啊 什么的啊 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血糖 还有就是比较紧张 比如说长时间紧张的工作 引起你的皮质醇分泌增多啊 这个也是会影响血糖的 所以呢 怎么样调适自己的心情 是吧 就是不要过度的跟随外界起舞啊 比如说蝙蝠侠在那里 对吧 除暴安良啊 非常的振奋人心啊 很多场面也可能 非常的让你生气啊 或者让你恐惧 但是呢 要意识到你自己的血糖 也会随之起舞的 虽然未必波动的幅度 有那么恐怖啊 讲这么一段生活中的 一个小小的趣事啊 目的的话呢 除了逗大家哈哈以乐 还主要是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啊 除了饮食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 尤其能够影响我们内分泌的啊 情绪上变化的因素 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呢 所以呢 除了是吧 关注我们的饮食之外啊 我们也要对自己的心情啊 自己平常的这个为人处事啊 怎么样保持一个平和的心境啊 也是要有所重视的 因为这些也的确会影响到你的血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控糖 谢谢大家